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 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言 然后孟子又讲了 假如有一个人 所有的欲望 所有想要的东西里面 最高级别的要的东西 就是活着 那么这个人就会怎么样呢 就会为了活着而不择手段 对不对 假如有一个人最讨厌的事情 所悟 就是最讨厌的这个事情 莫甚于死者 没有什么比死亡 更讨厌的人 那么他就会为了不死 而不择手段 对吧 那这种人逐渐就成了什么样的人 就成为了没有任何操守的人 我们叫无耻之人 就只要活着怎么着都行 当条狗也可以 当叛徒也可以 对吧 强也可以 偷也可以 骗也可以 只要能让我活 那这种人就会成为小人 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 由是则可以避换而有不为也 他说因此呢 一定有一些人 生而不用 就是明明可以活 但是他却不选择活着 明明可以避换 但是他也不选择避换 对吧 事故 所欲有甚于生者 所悟有甚于死者 他说因此呢 这个世界上既然有人 愿意为了 这个心中的某一些 更重要的东西 而舍弃生命 既然有人愿意去避换 就证明 在人的生命过程当中 必然有一些东西 是比你的 基本的活着需求 更高级的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 还没有到那个检验 你是不是愿意 付出生命的时刻 但是我们已经到了 很多很多的时刻是 检验你愿不愿意 为他付出时间 甚至你知道这件事情 一定对你的身体 有所损害 但是你还是会干 是吧 你像我们今天 有的人是吃货 这吃货呢 他知道晚上不能熬夜 他知道晚上不能吃东西 吃了东西消化不了 对身体不好 他还是会吃 为什么 他有更高级的追求 当然这个追求是好的 是坏的 我们不去评价 但是呢 起码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一些人 或者说对一些人来讲 他一定是把某些东西看的 比活着更重要的 人来到世界上 不是为了喘气的 对不对 喘气是你的基本配置 但是你不是为了这个东西活的 就像当年有人说 有些鸟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夺子弹的 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了喘气的 大家一定是有自己的追求的 后面就讲了 非独贤者有事心也 人皆有之 贤者能勿丧 他说事实上这种心 不是只有 贤明 贤德的人才有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与生俱来 只不过呢 贤者 不会丢失 罢了 所以孟子有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是人之性 本善 性善论 这个性善论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说所有人都一定是好人 有的人为什么变成了坏人 因为 在生活成长的过程当中 欲望逐渐地蒙蔽了他本来的心 他说所有的人 其实本身都是好的 人心有四端 对吧 有知道善恶 知道是非 知道羞耻 对吧 等等等等 那这个说每个人心里都有 只不过是你能不能把他守住 不要让他丧失而已 所以 人皆有之 贤者能勿丧而 这就是 孟子所讲到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人 总要去追求一些更高级别的东西 就像是在鱼和熊掌 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去追求那个熊掌 就像是在有一些精神的追求 和物质的满足 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会去追求那个精神上的更高层次的享受 而放弃那个物质层面上的享受 对不对 就像有的同学为了玩游戏可以不吃饭 就是同样的道理 当然如果你是为了一个大义正义的事业 你可以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 那孟子里面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人之易于禽兽者 积息 这什么意思 他说人跟野兽的区别 非常非常的少 这个西就是西少 非常非常的少 人跟野兽很像 但是就是这一点点不像的东西 使你成为了人而不是野兽 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心中的这个是非观念 知道什么是对的 知道什么是错的 知道什么是好的 知道什么是坏的 对不对 就这些东西使你成为了人而不是野兽 如果你把这个忽视掉了 我们叫他叫什么 叫沦为了禽兽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他讲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 是为人心中有宝贵的东西 而不是人长得跟野兽不一样 对吧 你今天会发现有的没有羞耻的人 其实他活的跟野兽也差不多 对吧 所以这里边呢 孟子讲了这么一个观点 他非常雄便的给大家讲了为什么要舍生取义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总认为舍生取义这个事傻子才干的 对不对 你都命都没了 你还要干嘛 但是孟子的观点是人活着不是为了保命的 人活着是有追求的 是心中有一些更高尚的东西的 而这些东西不是后天谁教你的 是你与生俱来的 他还曾经打过一个比方 他说就像是 你看到一个小孩要掉到井里了 你会忍不住去伸手拉 你看到有人被打了 有人被杀了 你会忍不住捂着脸不敢看 不想看 你看到有人鲜血淋漓的时候 你会感到生理不适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是看到有人鲜血淋漓的时候 心里特别爽 你为什么不是看到小孩要掉进去的时候 喜极而泣 为什么 因为你作为一个人 你心里面本身就有善的种子 这个是你这个生物 你这个物种天生决定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推行 这个弘扬心中的这个善 这就是孟子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讲仁义 义在人心之中 这就是这个 这一段 于我所寓意